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爱奇艺联席总裁徐伟先生 就齐秀小视频直播秀 为我们解读齐秀新的战略 有请许总 各位尊敬的媒体朋友们 一些齐秀的同事 各位来宾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好 我是爱奇联席总裁徐伟 今天荣幸利用这个时间 跟各位介绍齐秀2019年的发展 我们在前几天刚刚通过了苹果的审核 最近也在尽快把所有安卓市场用上传上去 今年的齐秀是一个蜕变的阴影 我们在今年的一月上旬的时间 我们就做了新的战略 我们把齐秀的title 整个内容做了一个升级 我们把小视频加在了齐秀的内容环节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我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变化 那整个爱奇艺用什么角度来看待 视频的未来的竞争 其实我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解读 那今天利用这个机会 在齐秀秀赛宏的圣典之夜的上午 我们先跟媒体朋友见面 跟大家聊聊把我们2019年的计划 跟各位做发布 第一件事情在说齐秀之前 大概先把我们整个大集团的爱奇艺的想法 再跟各位沟通一遍 就是说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 大概在三月多的时候 爱奇艺去美国上市 那我们在之前整个爱奇艺的概念 是一个苹果树概念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爱奇艺 茁壮生长之后呢 我们是一个苹果树 上面结出很多的苹果 那每一个垂直的单独的业务线 都是一个能够成长的苹果 你会看到在原来的苹果树里面 上面很多果子 就是原来像奇秀游戏啊 文艺学院漫画等等的一些垂直业务线 那我们在上市的时候 我们把整个业务线做一次升级 我们把它从原来是苹果树 我们把自己改变成苹果圆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垂直业务线 都能够垂直的把自己的业务线发展好 而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苹果树 所以我们的在这概念上面 图就会变成我们从原来的核心的视频 视频的业务上面包含 UGC PTC PPC 等等的业务 横向扩展出把每一个垂直业务线 都希望能够成为一颗单独的苹果树 那奇秀当然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线之一 我们的发展在包含游戏啊 文学啊 漫画小说 电票等等中间都是名列前傲的 我们也是艾西底下少数有独立品牌的一个业务 那本来的视频业务里面呢 有三块最重要的环节 从PPC 大家很清楚的 PPC就是 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制作的内容 为我们的观众专业打造的内容 像艾西过去成功的 像中国新作唱 然后猴下的联系工业等等都是艾西奈与的生存 发展为信息很重要的内容 而下面两层吃艾西做的很不错 但是呢外面知道并不多的两块内容 第二块就是PGC 就Partner Generated Content 跟UGC就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 在PGC的部分呢 这我们的合作伙伴帮我们提供的内容里面 现在在齐秀我们的内容的属性 基本上完全都是属于这部分 就是我们的内容 爱奇艺自己 齐秀自己并幕 去挖掘主播 也不进国会 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 像国会或是MZN机构 把内容提供给齐秀 由于齐秀跟爱奇艺来负责播出 像这样的模式 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常见 而且发展适合非常好的模式 在2019年我们会把这个模式更进步加深 并且希望能够更深的耕耘 在不管是在齐秀的层面 或是在爱奇艺层面 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 能够做得更大更强 而在我们是一个单独的苹果树下面 爱奇生态下的齐秀 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自己战略 特别是内容的战略 我们原本的内容 偏向的是直播内容 是上面的一颗苹果树 那这个上面一颗苹果 这个直播内容呢 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也受到了一些 我们认为的制约 但是过去还不知道该怎么样 或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 去为这样的内容做突破 但是呢 我们在2018年的下半点开始着手 希望我们把所有的内容的 就是用户跟主播的交互形式 进行一次升级 所以我们把我们选定的小视频的内容 来做为一个突破点 那我们在这个底下呢 在整个苹果树下面 来维持这个苹果树的生存 其实是我们拥有 爱奇原本拥有的科技基因 以及娱乐基因 我们在技术平台 在娱乐IP上面拥有很大的投资跟投入 以及拥有排量的用户跟爱爱的内容 而在上面养着这个苹果树的养分 就是流量的IP 那我们希望因为这样子 能够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态体系 那这个生态体系下的奇秀 奇秀直播跟奇秀的小视频 都能够因此这样子发展壮大 而形成我们的内容阵律 说到除了奇秀本身 还有我们整个行业格局外在的情绪 那我们如何来规避行业的风险 并且把握摩行业的记忆 在过去我提到2018年开始 这个直播行业已经开始进行的竞争 已经是一个存量的竞争 新增又不容易 事实上很多的时间也被新来竞争者 向小视频给行驶 但我们到底依托什么去跟外面的 新的平台做竞争呢 我们自己来看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爱奇艺层面 爱奇艺提供给奇秀 还有第二个层面是奇秀自己 奇秀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能够在整个的竞争环节 能够获得优胜 我们先从爱奇艺开始 爱奇艺呢有丰富的节目 艺人跟LIP 这点在中国是独特的竞争力 到目前为止 爱奇艺在中国的长视频的竞争一直以来 都是一起绝成的 我们拥有种类繁多 而且深受年轻喜欢的节目影视剧 而且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内容 能够优先从爱奇艺服务 不管是原来的正片 或是我们电影合作的直播 或是能够剪辑出的小视频短视频 那这些就是奇秀 爱奇艺能够提供的就是海洋的用户 我们能够用几页成本 在其秀是爱奇艺里面的一款 那我们在从爱奇艺的独特LAPP 或是它的个性量的网站 PC 客户端 甚至电视端 引进的海洋流量的资源 我们可以用第二成本来获得 第三个在爱奇艺上市之后 大概是有个性量的网站 我们可以用第二成本来获得 脱离不良分资金的扶持 奇秀用爱奇艺的资金的完整的扶持 完整的资金业 包含所有的风险控管等等 能够为所有的合作伙伴 包含所有的用户提供 最好的服务体验跟保障 第四个 对于奇秀自己 奇秀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是要成为整个爱奇 娱乐内容输出的一个环节 在过去奇秀已经扮演好这个角色 但是我们希望 除了过去提供的直播内容 我们在今年开始 2019年开始 能够额外的再展现小视频的内容 所以在奇秀播出的展现的内容 除了我们自己希望的 再播出的直播小视频之外 我们还能够优先从爱奇艺的体系 得到优先展示的权利 这些优先展示的权利 我们也能够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带来新的业绩的增长 跟新的业务模式的探索 那我们在小视频直播的合作呢 甚至都能够推广到节目 甚至能够帮助塑造网统 甚至能够帮助推广艺人 我们希望这样的合作 在2019年开始 能够有更长足的发展 刚刚有提到 我们过去 在直播碰到增量瓶颈的时候 我们在思索 直播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推进 能够在未来的竞争更具有所 那我们就在内部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跟方式 就是本来的直播呢 是一个实时互动 就是只有主播在播出的时间 它才有机会运动互作交互 跟运动互动 那我们把原来的实时互动 提升到全时互动 就什么时间 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们的主播呢 都能跟我们的用户做交互 那2019年的齐秀的主要的大的方向 就是将小视频跟直播做 比较深的有机的生态结合 从原来的直播的形式实时互动 升级到直播一下小视频 生态全时间的全时互动 而这个全时互动呢 到底有哪些 我们现在其实外面也有很成熟的 媒体平台做了一些尝试 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概念就是 原来的直播的互动 包含像干部啊 关注啊 送礼啊 免麦啊 小游戏等等 但是呢 我们的全时互动还会额外增加 比如说点赞啊 评论啊 转发啊 关注啊 粉丝维护啊 生活记录等等 让这个主播 他的二十四小时 都能够被他的这个粉丝 都有机会 近距离的接触跟了解 这个对未来的网红 或是未来的主播 大概是一个新的挑战 那更好的事情是 他们的服务更全面 他们有更有机会更深入的 能够跟他的粉丝做交流 那我们想这样的实时互动的 全时互动的推出呢 能够为未来的直播行业 能够加进一些深的 比较新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会在这面 在产品 在技术层面做更新的一些尝试 那说到这些 那齐秀做的小视频 到底有哪些 能够生活别人的地方 我们自己呢 总结有四个大的方向 那这四个大的方向呢 可以分别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第一个大概就是 我们的整个业务的体系 业务的概念 对于齐秀的原来的主播来说 他可能原来的服务的时间 比较短 然后他也只能在 比较有限定的时间来做服务 而经过我们这次做小视频之后呢 我们对于用户的印象 跟陪伴用户的感受 整个整体对于用户的感觉 跟合思的感觉 会更加全面 第二个是模式的通过 用户能够在 主播离线的时候呢 通过小视频 找到他自己喜欢的主播 而主播呢 也能够通过小视频呢 展现自己 经过很精心设计 最好的一面 那打通从小视频 到直播的整个生态的链路 跟继续 第三个呢 就在我们刚刚有说过了 整个体系 很重要的一个提供方 是我们的工会跟主播 就是工会相关的机构 这个在这里面 就包含两个角色 但我认为这两个角色 未来会有比较大的融合 就是NCN跟工会 那我们会通过一些有趣的玩法 让机构跟主播通过其秀 能够得到更多的分成 更多的线细奖流 或者更多的资源者 而这些工会 跟NCN的合作呢 能够促进他自己的主播 再推动更好的发展 更好的 更好的头目 以及更大的产出 第四个 在这个小视频里面 现在中国的小视频中 很多鼓励上传者 跟鼓励用户观赏等等的体系 那我们现在也准备 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用户 我们用户会通过小视频 其实直播也包含在内 来获得奖金奖品的激励 可以为喜爱的主播 来争取更多的资源 甚至设计在 通过产品跟技术 设计在整个玩法里面 那直播加小视频的新螺细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经过长久的观察跟数据之后 我们发觉这两个是一个 相近的用户属性 它是一个互补的业务模式 就是 外来的小视频的商业模式里面 直播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我们现在知道有 澳海电商带货 直播 打响 然后广告等等一些方式 那这些方式呢 都是未来 其秀常识的主要方式之一 那其秀呢 在 我们在发展这个 直播加小视频模式里面 我们认为我们三个 比较大的优势 第一个答应就是有基础 我们是一个 不是一个全新的平台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 很忠实的一群用户 数量也庞大 那他们会在这上面 把他们的对比主播的喜爱 转化到小视频加直播的喜爱中间 第二个我们认为是 它这是有需求的 小视频更能有效的利用 用户的碎片时间 因为看一个直播 通常要看到 比较过一开始打赏的时间 通常比较长 而我们觉得这个碎片的时间 经过精心制作的内容 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吸引用户的研究和关注 然后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领域需求 第三个有实力 那奇秀我们不管在流量 在内容 在资金 跟开放合作的体系 我们都是有能力跟实力 来开展小视频业务 那这也就是讨论到 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 奇秀从2016年诞生开始 我们中间经历了造星推星的计划 也经历了油精计划 促使得让主播经历了 今年熟悉我们发布的感点计划 打造网红主播 那也有些小小的成绩 然后到2019年1月 我们把自己升格了 奇秀的直播加小视频 来探索全新的互动模式 那在这个里面呢 离不开工会跟主播 特别是工会主播里面的 头部工会跟头部主播 就是在奇秀上面 能够生存的比较好的工会 跟主播的支持 在2019年呢 我们还会持续的打造 流量明星 我们来打造金牌的主播 以及我们深度更临的工会 那这次上面呢 会有几个环节 从挖掘主播 提升工会的影响力 提升文的品牌 提升奇声的品牌 到提升主播的影响力 到我们最终使用 像燃点计划来将整个 这个主播 网红的包装成艺人 网红艺人能够推出去 然后并且做CMH跟训练 等等 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呢 我们希望 在我们这边生存的主播 和工会 都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扶持 跟支持 那我们也在今年 就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也扶持了一部分的 工会跟主播 希望他们能够走到线下去 不只在线上做工会 跟主播的 的运营 我们希望他也能到线下去 跟本地的政府 跟本地的学校 开始进行一波 新的服饰 所以我们 期限会跟他们一起 到各地去 发展和拓展 而这上面的努力呢 就是形成整个2019年 我们在 推进小视频 跟燃点计划之后 共同的合力 希望将在本地 发掘的 有潜力的主播 跟艺人 跟网红 然后发展成艺人 那这就是我们燃点计划 那个原来核心的本意 那我们一旦做了这些核心的主播的工会的扶持 那这个模式 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我们分成四方面 第一个就是全平台的资源 除了奇秀之外 还有爱惜平台的资源 第二个 我们会利用我们自己 所谓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培养 给他时间 给他机会走上台去 一起让他找艺人老师跟他做培训 第三个 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多元化发展 艺人的现在竞争很激烈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小的阿小姐姐 我们也希望他们 比如说喜欢做搞笑的去做搞笑 喜欢发展成为主持人的 喜欢做通口秀的 甚至去往这个 单口或是中国相声发展等等 他们有一个自己发展的空间 有个自己发展的定位 最终呢 帮我们制作高质量的内容 爱惜最近 在2018年开始 最近内容做了 就下半年开始做内容 比较多的尝试 像我们开始做树评的内容 不只是说 原来呢 大家就看了 电视和电影呢 是合并的 我们做了树评内容的尝试 那我们自己在发展树评内容的同时 也发展 其实这个内容的属性 跟您看的这个影的界面 其实是有很大跨离性的 书品的景深不够 但是呢 它能够很强的表达 人物的情感等等 这样这些方式 我们的未来 会在我爱惜未来的发展 能源做新的尝试 而我们在发展的境内主播之后呢 就像我们在起修2018年 我们跟像奇葩说 像中国新书厂的合作一样 我们会把一些精函的艺人 撑过去 这就是一个三棒子 在爱奇的奇葩说 跟中国新书厂里面 都有很好的发展 我们在这项目的发展里面 包括并不现有 比如说像网红大电影 像《偶像养成》的学修类节目 像我们去年做的 《偶像丽其生》 那马上要上线的《偶像丽其生》 等等 我们都会推出一些 跟奇修相关的艺人进去 那一些大IP的网统 像其他说 我们还会帮我们合作的网红艺人 打造个人的EP 来制作相对应的内容等等 而说到这些 我们会修一些 跟奇修相关的 仪器体系的资源 我们从用户属性 因为爱奇艺的用户 就是奇修的用户 我们用户属性 本来就喜欢是看影视剧 我们有团队的实力 我们拥有影视 跟众议的制作团队 我们也相对起中国所有的 卫视 甚至所有的 视频平台里面 我们更懂娱乐 而且我们长久 更拥有在这块体系里面 所以奇修呢 在发展影视的道路上 拥有品源更多的优势 我们会服侍我们的主播 我们的网红 往这条路上面 我们希望他们走得更好 然后有更多代表性的作品出现 而奇修的影视之路 包含着几个 从页面挑选 到影视的直播 到合作拍摄 然后到未来潜在的合作 我们都会进行尝试 在2019年 那我们其实 陆续陆续去做了一些 过去的尝试 那有些已经有些成果了 比如说我们也合作了 网络的大点 那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个机会 有希望为自己或是公卫 有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的台阶的工会 未来呢 都能够跟奇修继续的合作 我会深入的耕耘 将你们的艺人 或将你们对于影视内容的愿望 做更大更大的规划 能够做更好的发展 而我们在做这个影视资源的同时呢 我们也发展一个闭环式的营销 我们会在这个内容做成闭环 我们从宣传预热开始 然后我们做直效推广 因为祈求自己本来就有直播 再做交互的直播交互互动 然后在这上面产生了小视频的点播 然后在用户沉淀金社区 做乐器传播 然后培养用物的习惯 然后做的粉丝留存 接下来用爱奇艺的网大网剧 等等粉丁流量暂幻如何推播出来 这样子的循环起来 我们认为我们拥有比其他的平台 更有机会成功的潜力 也因为如此 我们在未来 我们希望透过爱奇艺的奇秀的小视频 跟直播还有更多东西 能够带给所有的主播 带给所有的工会 带给未来 希望能够在中国领事有发展的 个人或是团体们 都有更好更远大的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们新手并进 一起发展的更好 那今天这是我的所有的介绍 也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我们感谢许总的精彩分享 请您一步座位去上市休息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布置一下现场 通过许总的解读 让我们对奇秀的生态体系 和战略布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019年奇秀在统固核心直播业务的同时 将有更多资源服务于小视频 更加有效的满足用物的碎片化时间 与多元化的娱乐需求 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 对奇秀正在探索的这个 全新的行业互动模式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那还有疑问的朋友们不要着急 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下面有请各位领导上台接受提问 有请爱奇艺联席总裁徐伟先生 有请奇秀育营负责人李伟先生 有请小视频业务负责人刘新威先生 有请奇秀产品负责人张燃先生 有请奇秀技术开发负责人蒋龙先生 上台就坐 下面我们就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有哪位记者朋友有问题可以举手 有事与我 来进位 徐伟先生您好 就是从您刚刚的演讲可以看出来 小视频在19年是奇秀直播 不觉得重点 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在未来 小视频会给奇秀带来怎样的变化 谢谢 OK 那个 事实上 小视频 大家从我刚才的这个pbd里面看到的小视频 绝对是奇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认为这两个业务是互补的 那其实业外面有很多的我们的同业们也开始做一些尝试 那我认为奇秀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那这个独特的东西包含我们有很顶级的IP 有不同的内容等等 我们认为主播有机会能够把自己更多的面向 不只是直播的面向 有更多的面向传达给他的粉丝们 那这个应该会带来一些化学变化 那什么意思呢 我会想象呢 很多的主播 譬如说他很会唱歌 但私底下呢 他其实可能很爱吃 那他平常在这个我们的要求里面 就是直播的时候 一般是不准吃饭 他其实也没有把他那么爱吃的那一面的 有机会呈现给他的粉丝 那粉丝其实可能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这是他的生活的点滴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网坞 我们定义的时候 我们认为网坞 很多时候是做自己 他很会唱歌 你说这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但他很爱吃 他可能喜欢介绍美食 等等 那我们希望他这样子的交互的东西 能够从原来的纯线上 把它变成线上跟线下的结合 这点是我们认为 未来很有机会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主播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把自己多面向的东西呈现给用 所以小视频跟直播 我们认为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直播能够打承变线之外 小视频们也会来帮主播做一些新的 比如说带货 就是电商的带货等等的一些 或是内容上传分成的这些体系 我们都希望借我们推出小视频的机会 帮助主播 帮助公会更多变线的能力 跟变线的方式 谢谢 好的 感谢许总的细致精彩的解答 那么下面还有哪位记者朋友有问题 来 这位 你好 我是生活中华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李伟先生 您是如何看待 小视频直播性最新的探索博士的 或者是说 从运营的角度 加入小视频这一概念 对直播以后的发展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好 我觉得直播加小视频 对我们来说 并不一定完全都是探索 因为现在有很多平台 直播加小视频做已经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非常了解 他们的优点的长度 同时也找到了 以及他们先准的问题 还有市场的一面空白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 不应方式是取长步短 那小视频现在 主播一旦产出小视频 就会对他现有的粉丝 产生非常强大的粘性 就平时利用小视频 跟用户之间 拉近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觉得这个对于主播 增强现有粉丝的粘性 是一个非常大的方式 好的 感谢李总的专业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的提问继续 来 敬礼 有新闻有些人 就是能不能就是 作为这个 一些小视频业务的 那个负责人 能不能请你谈一下 对于小视频的这个理解 小视频 是这样的 就是 我对小视频的理解 就是 因为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 都看过小视频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然后我对于小视频的理解 其实 有 就我说大概说 说一点吧 就是有一点我特别 感受特别深刻 就是我们看小视频的时候 其实都是不断地在刷嘛 看完一个往上刷一个 看完一个往上刷一个 这个其实特别像以前 我们看那个电视 就无聊的时候 可能我看电视哪样东西 我就不停地翻 就不停地翻 其实每翻一次呢 对你自己的心里面 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刺激 所以小视频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的这个模式 做得特别特别好 你不停地翻 你每一次翻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小视频 他的流水也好 连信也好 时商也好 对于互联网的财源 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他的刺激性很强 你不停地翻 基本上就是欲罢不能 就是一直一直在翻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是小视频 最大的一个特点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小视频 他的呈现方式 他的展示的形式 相对于我们的文字啊 或者图文啊 甚至相对于其他 很多的方式来说 小视频是一个非常非常 前辩万化的一个 这样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的 好的 感谢刘总的专业解读 那么请各位记者朋友们 继续踊跃体温 来 这位 两个人 两人呢 你好 是爱奇迪提出开放副主任 请问一步 看待 AR 网站直播的事实 我简单 讲一下我对AR和直播的一个 结合的理解了 其实现在市面上大概有两种AR和直播的结合 第一种是以真实的主播开播 然后主播通过手机电脑开播 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可以赠送一些虚拟的AR道具 AR道具可以是一个虚拟的小动物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东西 然后主播可以通过手势或者是表情跟这个虚拟道具做交互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一个完全虚拟的主播形象 比如像日本现在很火的《初音未来》这种 它是通过3D建模做一个完全虚拟的主播形象 迫射到一个虚拟场景中 当然也可以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中 然后做一个直播的秀 当然这里也可能是未来的一个 AR与直播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或者技术方向 我回答了这些 谢谢 好的 感谢蒋农先生的专业解读 下面还有哪位记者朋友有问题 来 学位高蔡先生您好 就是高蔡您在发言中提到 奇秀平台的互动将会从实施互动转换为升级成全实互动 那么小视频内容的加入会给奇秀未来在行业内竞争力的提升 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谢谢啊 我先说一下首先呢 这个竞争肯定是不容易的 中国的小视频的在里面玩转的公司没有小工资 头条系 然后腾讯现在花了大联系 百度自己的百度体系 我们也算百度体系的医员 百度体系呢自己也有好几个产品 包含爱奇迪自己的那个 这一笔包含爱奇迪推出的几个小视频的产品 这上面呢我们观察了一下就是 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分类啊 主要分讯息传播类的短视频 跟我们认为未来会鼓励网络主播类的小视频 就是数据的内容 大概分合名的数据内容两大类 当然两大类有一些交互 那第一个呢我认为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我说了我们第一个有优势的就是 我们希望把它从原来的实时互动 提升到全时互动 因为我发表我们的用户其实是沉淀在 就是沉淀在主播身上 就是我们的用户喜欢在主播交互 他就喜欢他吧 不然他有很多打扫啊 有很多收入 那但是主播的时间跟精力可能就有限 一天大家醒的时间大概就16个小时 正常还是24小时 睡觉是最8小时 醒就16个小时 主播也不可能16个小时都播出吗 对他大概播个7 8个小时已经是极限了 但也意味着他有7 8个小时是没有播出状态 他还要做休闲 他要吃饭 他还要有些主播甚至可能在上课 还有在工作 那他的粉丝也是一样 这粉丝也不是24小时都在关注他可能 他搞不好我们还看到有些粉丝 他关注了好几个主播 我不止只关注一个主播 喜欢好几个主播 那我们认为这一点会是奇秀在未来 我们还开始进做小时PGP灯的一个新的竞争里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希望我们掌握了这群主播跟用国两者之间的喜好 我们想要把这两者的喜好做得更紧密 所以让他们发挥得更好 这是我们开始在设计场上的初衷 所以他的体系呢 比较像是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呢 也介于熟人社交 跟陌生人社交之间 因为你说主播跟他的粉丝 完全是陌生人也不见得 因为他们基本上很可能 一个礼拜见面七天 有时候甚至比他的这个父母 比如说成年人的工作 父母见面的时间还多 天天上来见面 都是很疯狂的支持他的主播 或支持他的这个网红 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呢 我们觉得在整个的实施交互过程中间 从互联网的概念 产品设计里面呢 应该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做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主播跟 就是互联网的产品 就是APP的产品等等 他做的交互 我认为呢 还是偏向的 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像是纯粹的支持 在玩法上等等 还是比较 还是有可发展空间 我们这么说 那我们希望在小视频加入之后呢 把小视频的玩法 加入到这个整个产品体系中间 能够更丰富他们的交互和互动模式 那我们希望呢 工会跟主播呢 能够核心的来多提供 这些粉丝喜欢看的内容 然后鼓励他们 自己开始做曝光 就像我现在外面很多小视频频来看到 你会发觉 这些主播想要哄 这些我们网红吧 这些网红想要哄 他得想办法自己去做自己的传播 我要自己去找新闻点 自己像很多机构开始自己写脚本 开始做拍摄 开始做剪辑 开始在外面做传播 开始自己做大号 做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 从微博 微信 公众号等等去做很大量的传播 透过这样去吸引自己的粉丝 吸引订阅 然后拉高自己的播放流量 开始赚钱 那这是小视频的生产跟烫线的模式 那直播呢 除了这上面之外 还有再加上 这些主播上线的时候 直播带来打赏 我看了外面比较多的 就是同时拥有小视频跟直播的主播 我发觉呢 就是我们的原来的 吸收的这个直播电线方式 非常偏重才艺变现 就是才艺表演来变现 你不会表演基本上 或是不会哈 不会讲话 不会跟大哥讨好的 你可能在我们这上面 会受到就是没有那么好的 这个营修的表现 但是我在看外面的小视频 加直播的平台里面 甚至也是我们未来自己尝试 它有些可能就出于 我们不知道叫真爱 就是它其实是喜欢这个人 这些网红 这些就是我们说 不见得在直播的时候很会讲话 也不见得很会表现 但是呢 它可能有一些独特的魅力 甚至呢 我们有看到 这个主播就是 有一个小视频主播那边 他大概就放歌 甚至跟大家聊聊天 做才艺表演做的比较少一些 那我相信呢 在多种变线渠道跟这些方式上面 我们就想办法 提供比较好的审论 用比较好的产品 来提供给用户跟主播 让他们能够有比较好的生态循环 然后我们也希望利用 这样子有效的建立起直播 加点播的战略布局 围绕着爱奇艺 围绕着奇秀等等 希望把这个小视频加直播的 这个市场的竞争 然后提升到一个 就是我们能够 占了大部分市场的程度 就是 其实是整个爱奇艺 跟奇秀未来的希望 谢谢 好的 感谢我们徐总 这么细致精彩的解答 让我们可以主播和工会 直播加小视频的玩法 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有哪位记者朋友 有问题的可以举手示意我 来 这边 想问一下李磊先生 就是奇秀将来 就是以那个小视频直播为主 那今后的话 这个小视频功能 对那个奇秀的主播这个价值 就是做怎样的一个提升和帮助 谢谢 我们实验 因为奇秀的方向是 用内容塑造网红 所以接下来 我们会利用到爱奇艺的很多 影视综艺 包括音乐的资源 那小视频本身呢 又可以锻炼主播的各种创意 包括表演能力 因为它不光可以拉近 主播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然后呢 也可以 为以后的一眼路线 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锻炼基础 然后让主播的这个 去业生涯更少女主龙 现在还是这样 好谢谢 感谢我们李总的精彩解读 那么接下来 还有哪位记者有问题 来 这边 刘新光先生您好 刘新光先生您好 我想请问 您作为奇秀 小视频业务方面的负责人 您觉得小视频的加入 会对奇秀的内容产出和互动上 带来一些变化呢 谢谢 刘新光先生您好 我想请问 您作为奇秀 小视频业务方面的负责人 您觉得小视频的加入 会对奇秀的内容产出和互动上 带来一些变化呢 其实我再详细补充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 我觉得直播这个事情 做直播的人 其实都比较专业 因为他们也非常专业性地干 所以一般人很难干 很像我就干不了直播 很多直播都要很专业 真的很专业 要跳舞 要唱歌 然后他的状态 基本上在直播面前 要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但小视频其实不一样 对吧 小视频我可以先用剧本 我可以先想 甚至我有团队 可以一起来包装 甚至有好的点 我可以自己来发挥 我录不好 我还能重录 但这个是直播做不到 但小视频可以做到 所以小视频在内容上面 就非常非常大的填充了 这一块的内容 这一块的内容 填充完以后 用户可能不光光看直播 会看到喜欢的偶像 或者 他可以更多的 就是说 通过其他的一些 他录的小视频 去看到他更多的里面 另外一块就是 关于用户这一块 就是我们也会设计一些 关于用户的通道 就是用户可能更多的 通过爱奇艺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小视频的内容 而不是仅仅是看到直播 我们以前的方式 看看 我看到很多传统的以前的方式 可能你要做广告 搞一个很漂亮的广告 然后让用户去看直播 其实这种方式 对于用户来说 有的用户是反感的 排斥的 因为对于用户来说 这种方式 对于用户的 它的有效性 可能 我觉得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但是我们可能更多做的是 用户在观看 比如说在观看爱奇艺的时候 他会看到很多类似 像这样的小视频的内容 那这种内容可以帮助他 非常快地找到他喜欢的 喜欢的这些明星 然后也可以帮助这些网红 帮助这些我们的主播 更精准地去找到 喜欢他们的粉丝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感谢刘总的专业解读 那接下来还有哪位记者朋友 有问题可以继续 来 张燃兴先生您好 请问您觉得 未来直播发展的趋势是怎样的 对 其实您问这个问题比较大 对 那我可能从产品的相当的角度上 给大家讲一下 主要我觉得可能 三部分吧 就是前后中的三块 前端这一块呢 我觉得主要是流量的优化这一块 其实刚才徐长在PVT里也讲了 其实整体直播行业的流量 其实现在是技能变得很激烈的 那么我们奇修这边想 未来产品这边想做的是 就是整体流程 成为第一 为第一目标 我们可能会通过 通过任务系统的 刚才刘萌营介绍了 任务系统的 现金的激励刺激 然后另外就是通过我们跟 不管是爱奇艺内部用户的 还是外部用户的 第二块也是第一个可能就是 我们跟其他类型的产品的 这个做整合 比如说 现在给小视频的做整合 把小视频整体的内容 加入到奇修的 整体内容记录里面来做 主播能够在24小时内 除了直播以外的时间 也能够以小视频内容作为填充 另一个就是我们现有直播这块的产品的优化 可能我们会做一些更好玩的小维系 更多的交互的部分 然后也提升这块产品 然后最后后端的部分 其实就是 后端的部分就是和其他直播场景的 就是我们叫直播plus这块 就是无非就是我们和 比如说直播和旅游 直播和小视频 然后加三龙 类似这种 然后扩充和融合更多的直播场景 然后也来推进整个直播内容的丰富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我们张仁先生 这么细致全面的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的提问继续 我想问一下刘欣威先生 您作为小视频业务的负责人 我想问您的是 您觉得奇修在2019年 去发力小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说意义是什么 主要目的是因为 刚刚徐总说了嘛 大的场合都在做 不要说直白一点 另外一块就是 两大块吧 一大块是我们的 主播其实有很大的诉求 他希望提供更多的内容给用户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这个通道 所以小视频可以提供这个通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功能 就是本身我们的爱奇艺的大的生态 这个平台是极度缺乏各种好的人才 这个人才展现的方式可以通过小视频来 其他的展示 这个展示方式是未来会全面的融合到整个爱奇艺的生态里面 这是19年我们要做这个事 最大的两个目的 好的 感谢刘宋的专业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这边 一位先生您好 请问在那个奇秀直播加小视频的这样一个新体系下 你的运营策略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又有哪些新的挑战呢 谢谢 策略上我们会倾向让主播录制一些优质的小视频 现在的方法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很多 然后分天过天平台都会做一些活动 让主播带优质一块过节什么的 然后现在我们会把以后的所有的节日活动当中 融入这个小视频的元素 尽可能的让主播通过过节的同时 多录出一些优质的小视频的内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录了这个小视频的内容以后 可能打造一些所谓主播出的小视频的标杆 当主播找不到那个直播加小视频 对他自身带来的帮助以后 可能其他优质会过来效仿 打造出的标关以后 可能我们最终想实现 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结果 就是未来直播加小视频 一定能为优质创造更多更多优厚的这个待遇 谢谢 感谢李总的解答 那么接下来看到大家这么积极 今天我们问出本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 正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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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主要有三大点 第一大点大概就是E2爱奇艺 它拥有的内容流量优势 基本上 或者是IP优势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说 接近就极低的成本来获取 从爱奇艺导怪的能量 而爱奇艺呢 又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艺人 很多的可以改变改编 甚至可以做很多新的优化的一些 从直播到小视频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 就是透过这些流量导入之后呢 让用户找到自己喜欢的主播 或是透过小视频 或透过直播等等的方式 找到自己喜欢主播 尽而关注 尽而喜爱上它 接下来打赏等等 所有的商业避线模式 我们可以做到 那另外一个呢 因为本身爱奇的平台 也在中国算是非常知名的平台 那我们透过跟平台的合作 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机构 就是工会 找到更多更好的主播 这些工会呢 找到好的主播 能够来奇修发展 更能够促进他们 整个商业模式的流转跟变现 所以这第一个大概就是 我说的刚刚内容跟流量 IP等等的优势 第二个方式是 第二个优势 我们认为是合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本来的奇修直播 就已经有很多合作方 主要是来自于工会 跟主播 这些工会跟主播呢 在上面也慢慢的形成 自己的生态圈 有了自己忠实的粉丝 有自己的生态循环 然后不断地基于他的这个 就是粉丝不断地基于他的这个 就是粉丝不断地基于他的这个 因为他原来的主播 录制小视频的同时 播放量的展现 也可以带来更多播出 而这些主播过去的生物 只在他在线的时候 就是他在播出的时候 他就会变形 才能够打赏的那些生物 现在小视频完了 他可以在离线的时候 有机会获得收入 离线的时候 他录制小视频 他甚至有机会帮人家带货 做一些品牌宣传等等 那我们会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透过更好的激励办法 比如说提高分成 或是给现金或资源奖励 来鼓励我们现在合作的工会 或是人间机构 把他的主播更多的往多面向发展 包含做各垂直领域 或是做更多主播的拓展等等 然后让他的生态循环更好一些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方式 能够助于我们整体奇秀的发展 也能帮助工会跟主播跟MCNG 给我们获得更大的经济力 第三个我刚刚说的 这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应准 这商业模式呢 刚才合作里面 我们希望合作方能获取更多的资源跟收入 所以我们会在上面有更大的激励 他们去生产他的这个模式 这个生产模式里面 本身就是商业模式的一个提升 原来的人 他利用更多的 甚至可能利用更少的时间 就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他只是把他的碎片的时间 甚至把他品尝在吃饭 甚至睡觉 甚至洗脸 你们看到有些网络直播系列的 这些方式呢 都能够让他们促进他商业模式的运转 那我们这商业模式呢 在整个原来的奇秀直播的生态呢 他只是促进 他只是升格 他只是变高变大 而不会影响到原来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未来是有很广阔的空间的 最后呢 我们再说到一个就是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视频 从最早以前的电影 电视 到后来的网络视频 等等发展里面 到目前为止 直播 或是直播加小视频 它是真正根源于互联网的模式 过去的视频 比如说我们看的电影 电视剧 它的还是在传统大屏幕 或是在家里电视频的时代产生的产物 而现在的直播 而现在的小视频 真的是互联网的产品 互联网的产物 这些互联网的产品 互联网的产物呢 未来会有更多变化 这些变化呢 能够更大的促进 所有的用户跟主播之间的交互跟交流 而这些交互跟交流 是过去电视跟电影的时代 屏幕告诉我 我不能告诉屏幕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 做互联网的时代 我做的事情 我会让屏幕后面的主播 或是网络知道 这样的交互 未来是有很大的潜力 爱奇跟奇修 看好这样的潜力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值得发展的意欲跟道物 我们会在这上面 不遗余力的拓展下去 那今天也最后 感谢大家 今天播空来今天 来了解奇修的发展 谢谢 好 非常感谢许总细致有序又全面的解答 那么也让我们一起期待 在许总的带领下 奇修朝着打造具有半娱乐属性的领军品牌的方向走出一条康舟大道 好 感谢各位记者有没有提问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的精彩解答 那请各位领导们一步座位区 稍事休息 好 您请问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许总 就是因为我们对直播还是比较了解 就是说因为做直播工会 他们对于这种PGC的 短视频的内容和塑造 并不是特别专业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他们奇修未来 对于这个短视频 因为包括直播家短视频 也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其实各大平台也都在布局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关于未来的 在于优质内容的布局方面和付换方面 有哪些扶持啊 或者是说有哪些方式 这个我想了解一下 首先呢 我有个概念 也跟在座的朋友交流一下 就是说 我认为未来的MZN机构跟工会 这两个角色呢 应该会大幅度的融合 原因是这两个机构其实都在经营院 对你来讲 你找到一个能够做产业的人吧 那你现在其实也不好拍的 他到底是会做主播 还是容易成为一个网红 或成为一个MZN机构 所以原来工会跟MZN机构 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愿望 就是反正呢 我找到一个人 我觉得有潜力 反正我把你推出去 我是做工会了 我把他顺利去做直播 我是做网红楼 帮你拍东西 但未来呢 其实你有更多的机会 并且把他签到一个人 这个人有机会 比如大量的网红艺人等等 你会推他在各个层面 这是第一个 我认为他的根源是来自于人 对人的判断是初始最重要的 我认为MZN机构跟工会 都已经具备了这个素质 他不是以前的工会比较多的是 我们叫黑亨特 就是猎人投机 又尽量找更多主播 就是未来他可能会更看重主播的 个人的潜质 或者保护个人的潜质等等 第二个呢 关于生产内容 这部分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 从模仿到创造的过程 外面现在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 我们有很多竞争品牌 各式各样的套路 有很多比较成熟的东西 甚至有脚本等等 那首先是先看看别人 到底怎么做 怎么去吸引流量跟粉丝 这个我们 大家有专业同事 给你一些意见 然后慢慢从模仿中间的过程中间 去发掘一些 原来我的艺人更适合做什么东西 然后我在这个里面 做久了之后 我其实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那我希望从这个 模仿到创造的过程中间 特别在创造的同时呢 能够运发更大的能量 第三个 对平台来讲 我们给他更多的支持 是来自什么 就是说 你有创造力的内容 我给额外的服务 还是钱的资源 那具体的其实 我们大概都已经 有明定方案了 其实都可以 跟我们运营的同事去 对接 他们会告诉我说 OK 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奖励 这个奖励呢 会 主要奖励 带我我自己分析 会来自于几部分 第一部分是爱琪 原来的播放量 他会给你的这种奖励 这是 来自我 第二个是吸收 来自于给你的额外人 激礼 如果现在吸收的主要体系 还是直播 所以 如果这个 你的这个主播 在小声音播出 得到分成 如果还有得到 播出的时候 播出的时候打赏 那照我们大概的分成 那我们因为 他有小声音的 的 的录制 我们还会给你额外的分成的 提升的 提升 这个也对他们有额外的提醒 大概是来自这几个层面 那我们基本上是鼓励 有创造性的内容 但是一开始呢 就能够得到创造性的内容 不容易 所以 你可以说模仿开始 那模仿并不是抄写 也不是八点的内容 就是你就照你的内容 在现在流行的内容上面 做一些提炼跟增强 另外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在整个体系里面 很多的人 或是很多的单位里面 他都觉得我自己不专业 我一开始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自己一看 就是下一代的 NCN机构跟工会的竞争 慢慢会变成是一个 人力人才 跟运营能力的竞争 有传统的工会 以前最重要的是 我找到一个主播 然后做那几些训练 其实这个训练在我们看起来 就是运营的训练 慢慢他的训练 会包含内容的拍摄 等等 这些内容的拍摄 其实讲直来眼 你们就在经营这个主播 或这个网红 自己的粉丝 那些人是你的 做完以后 这些人 那些人喜欢这些粉丝 你为他进行的 最终都能够变成他的经济生物 循环到你自己 这个时候呢 当你的钱量大了 你还有机会 坐下来找平台来聊 然后说 如果我在这边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曝光 能够得到更多的方式 或条件 这事实上会形成的真相循环 他的体系 未来就更接近于 艺人经济的体系 所以这一点呢 我都鼓励 再度各位 如果在这上面 有经营想法和能力的 可以从这上面去拓展 谢谢 好的 感谢许总的细致的解答 也感谢我们这位记者朋友的积极的提问 那么 通过各位领导的解答 相信大家 对我们齐秀的合作模式 和专业内容 都有了更加深度的一个了解 那么再次感谢各位领导的解答 请各位领导们一步座位去休息 谢谢 通过刚才的记者提问环节 相信大家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 齐秀的战略优势和发展构想 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 我们共同期待 齐秀小视频直播秀 能够带来新的惊喜 尊敬的各位来宾 2018齐秀年度盛典 璀璨红 两点之夜八博柜 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感谢所有丽临现场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祝愿 齐秀的明天更加美好 让我们携手同行 共同铺写齐秀 未来的华丽篇章 再次感谢您的丽临 下面请各位领导上台可以留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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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